哈喽大家好我是容易 今天呢想出来逛逛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商机 刚刚呢骑了三公里找到了这块地方 后面全是菜地 还有最后面还有荔枝树 感觉这里是个好地方 如果说可以承包下来种植的话还是挺方便的 因为这一片田呢是跟马路爱变的 拉货是非收割都是很方便的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全景面积应该有10来目左右 看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的 那边还有很多荔枝树现在都开花了 旁边这里是条马路 这里还有一个种菜 好多蝴蝶在上面可以 这里的土都是偏黑色的 应该是比较肥沃的 像东北那边的黑土 种出来的哈米都很好吃 这一块地应该就是种包菜的 上面还有几颗包菜的上面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一片地给承包下来 然后养一匹鸭子 养三四月之后就把鸭子埋出去 鸭子拉过大便的土地应该很肥沫 然后栽在这一块地上面 种植小包菜 新品种的小包菜 不是普通的那种 是一竹就可以长几十颗的那种 而且这种小包菜呢价格比较高 听说是一亩就可以赚几万块 大家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哈喽大家好我是容易 今天呢想出来逛逛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商机 刚刚呢骑了三公里 找到了这一块地方 后面全是菜地 还有最后面还有荔枝树 感觉这里是个好地方 如果说可以承包下来 种植的话还是挺方便的 因为这一片田呢是个马路爱边的 发货是非收割都是很方便的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全景 面积应该有十来摩左右 看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的 那边还有很多栗枝树 现在都开花了 旁边这里是条马路 旁边这里是条马路 这里还有种菜 很多蝴蝶在上面可以 这里的土都是偏黑色的 应该是比较肥沃的 像东北那边的黑土 种出来的拉米都很好吃 这一块地应该就是种包菜的 上面还有几颗包菜的上面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 把这一片地给称包下来 然后养一匹鸭子 养三四月之后就把鸭子挨出去 鸭子拉过大便的土地应该很肥沃 然后再在这一块地上面 种植小包菜 新品种的小包菜 不是普通的那种 是一竹就可以长几十颗的那种 而且这种小包菜呢 价格比较高 听说呢是一亩就可以赚几万块 大家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